欢迎收看STAR News World 24H频道 请订阅频道 不错过当日最炙手可热的明星新闻 今天的新闻频道包括以下栏目 王一博成票房心宠 王家卫转发无名盈亏激起舆论波澜 王家卫的一次转发 让已经上映一年多的无名 再次成为热搜话题 风头正进 与此同时 王一博再度引发了广泛关注 不得不说 他的人气爆棚 是票房的保证机 实际上 王一博主演的无名 已经上映一年多 但热度依然不减 为什么呢 因为这部电影不仅是一部文艺片的盛宴 更是票房的丰收 在这部电影中 王一博的表现让无数观众惊叹 业内大佬们也纷纷点赞 金鸡奖的榜单上 他的名字闪闪发光 仿佛在说 看 这就是实力 这部文艺片不仅获得了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 还赢得了多项大奖 然而 争议也随之而来 尤其是影片的盈亏问题 甚至让王家未都关注此事 可见电影圈对这部作品的重视程度 好的作品总会被长久记住 无名正是如此 为什么这部电影一直被讨论 答案是王一博 他用实力证明 文艺片不一定高冷难懂 主旋律电影也不一定难以驾驭 关键在于 有没有真本事驾驭他 而王一博显然做到了 他的演技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业界也高度赞赏 再说说人 虽然这部电影低调拍摄 但仍然是舆论焦点 为什么呢 因为无名的成绩太过耀眼 人们对王一博的下一部作品充满了期待 这就像刚吃完一顿大餐 突然闻到更香的饭菜 怎能不让人期待呢 王一博的粉丝们 你们知道吗 你们的偶像不仅在电影界取得了巨大成功 还在各个领域展现出了惊人的实力 从国内到海外 他的人气和影响力超乎想象 他的演技 颜值和人气 简直就是全方位的无敌 巴黎奥运的表现让他获得狂赞 赢得满堂喝彩 简直像是开了挂一样 最近几天 王一博的热度让多个圈层都疯狂了 各个圈层都在夸他 从文旅圈到洛阳城的哄抢 再到学术圈和教育圈 更别提电影圈和金融圈 抢人势头一波接一波 吴明的再度提及 不得不提到王一博在2023年春节当的表现 令人咋舌 面对质疑和批评 他不仅挺过来了 还赢得了更多赞誉 这就像在一场大雨中 不仅没有被淋湿 反而洗了个澡 变得更加光彩照人 他的实力在不断提升 人气也在不断攀升 口碑和票房 都被他牢牢地扛在肩上 人 于早已经结束拍摄 貌似王一博还投资了这部作品 相信会有不少惊喜 即使是纯艺术片 因为有王一博的参与 也不会缺少关注度 奥运火巨手王一博闪耀英语卷 网友调侃 追星骸的精通英文 王一博 这位充满青春活力的偶像 不仅在娱乐圈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还通过担任奥运会火巨手 进一步展现了他的多才多艺 和积极向上的精神 这一角色转变 使他的影响力超越了娱乐圈 触及了更广泛的社会层面 引发了公众对偶像力量的深刻思考 当王一博被宣布为上海奥运会资格赛系列的代言人时 社交媒体上立刻引起了轰动 粉丝们纷纷表示 博哥真的是全能艺人 有的网友更是幽默地说道 以后会不会看到王一博在领奖台上边唱边跳 还打篮球呢 虽然这是个玩笑 但王一博的影响力显然已经不仅限于娱乐圈 而是深入到了更多领域 那个夜晚 王一博手握奥运圣火 不乏坚定 他被国际媒体誉为历史性时刻的见证者 夜幕降临 时间接近晚上11点 这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休息的时刻 但对于王一博来说 却是一个难以忘怀的荣耀瞬间 在接受新华社的专访时 他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纯真和自豪 能够在这个重要的日子作为火炬首参与 真是无比荣幸 他的这番话不仅让众多粉丝感动 也吸引了许多路人的关注和赞美 更令人惊讶的是 王一博传递火炬的那一刻 居然被纳入了英语考试卷 这一举动不仅让学生们感到新奇 也让教师们赞叹不已 这个素材选择的真是贴近生活 又有教育意义 试想一下 当学生们在枯燥的语法练习中 看到奥运火炬首王一博这样的句子时 难道不会感到一丝兴奋吗 有网友打趣道 下次会不会看到请翻译 王一博的微博内容这样的题目呢 这无疑增加了学生们对英语学习的兴趣和动力 王一博的火炬传递不仅在国内引起了广泛关注 也赢得了国际媒体的一致好评 有外媒评论道 王一博的火炬传递展示了青春与文化交流的力量 这一国际认可 使得王一博的全球知名度再次攀升 成为众多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 网友们笑称 博哥这是要走向全球的节奏啊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认识这位来自中国的多彩偶像 王一博在传递火炬时 及时捡起掉落的国旗 这一暖心举动被许多媒体捕捉到 并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 网友们纷纷点赞 这才是偶像的力量 爱国情怀真挚动人 还有人开玩笑说 以后追星得多练练手术 说不定哪天能捡到偶像掉落的签名照呢 这一举动不仅展示了王一博的个人素质 也反映了他在公众心中的良好形象 从舞台上的闪耀明星 到奥运火炬首 再到出现在英语考试卷中的文化符号 王一博的经历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议题 偶像的影响力究竟能有多大 有人认为 王一博在不同领域的成功 是他个人努力和时机的完美结合 他积极向上的形象激励了无数年轻人追求梦想 而令一些人则担心 偶像影响力的过度利用 可能会使教育变得功利化 偏离了学习的真正意义 无论如何 王一博的经历无疑为年轻人树立了一个积极的榜样 他用实际行动向我们展示了 无论身处何种行业 只要心怀梦想 勇于担当 就能在自己的舞台上绽放光彩 关于偶像影响力的讨论 或许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 但正如王一博所示范的那样 只要心中有爱 有梦 有坚持 未来的路必定越走越宽广 王一博 这个名字不仅代表了个人的成就 更代表了一种精神 一种追求梦想与承担责任的精神 他在娱乐圈的光辉业绩 在体育舞台上的杰出表现 以及他在文化教育方面的贡献 都证明了他的多才多艺和无尽的潜力 从娱乐明星到奥运火炬手 再到文化教育的纽带 王一博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只要努力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梦想中的英雄 未来 王一博将继续用他的行动和成就 激励更多的年轻人 成为他们追梦路上的引路人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身处何地 只要心怀梦想并未知奋斗 我们都能在自己的舞台上创造出辉煌 王一博的经历和成就 不仅是他个人的骄傲 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骄傲 让我们期待他在未来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让我们一同见证 王一博这位多才多艺的青年偶像 如何在不同领域继续书写他的传奇故事 无论是作为娱乐明星 体育偶像 还是文化教育的推动者 王一博用他的实际行动 向我们展示了新时代青年的风采 在他的带领下 相信会有更多年轻人敢于追梦 勇于担当 共同创造属于我们时代的辉煌未来 感谢观看视频 如果你喜欢这个新闻 请随时发表评论 喜欢并订阅这个频道 祝你生活永远快乐 平安